人徒徐霄 世人见其威名 却没人知道 他背负多少亡魂前行 怎么了 没怎么 祝姐生情了 喝点菜吃 这仅有什么情可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 相反曾经是楚国的大臣 你是楚国公主 重游此地 自由感悟 哪儿来的什么公主 晚上加点烟 好了 现在只有一个丫鬟 我小时候是来过这里 那时候路上行人 说话全是楚国湘音 不是湘音没了 是人没了 当年徐霄率十万兵甲 为湘樊三年 楚人誓死不降 连城内百姓也自发守城 城破之时 二十万乡凡人尚活着的 不足以万 后来是签了其他地方的人口 才重现这盛景 战后徐霄来过 他说 埋在这繁华街景背后的 是十数万孤魂野鬼 夜夜哀嚎 你说这话做什么 炫耀你爹 工程拔债战务不胜吗 徐霄说这话的意思 不是炫耀 还能是什么 其实世上哪有什么 牛鬼蛇神啊 他说的孤魂野鬼 并非真的埋在相反 而是扎在他的心里 是 勇士缠着他不得安宁 人徒续消 世人见其威名 却没人知道 他背负多少亡魂前行 他是后悔了吗 不是后悔 是警惕 是提醒 是为了告诉他自己 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不能让乱世重现 他想要守护这样的天下 所以 北梁君旗对他来说中过一切 那你呢 我和他不一样 我也不会和他一样 连自己身边重要的人 都守护不好 天下 大局 有什么意义呢 выд真林 护立什么事呢 allí有没有 你在罡 Proper 帮我让你练得护好 好 上诸国 这么巧 张才复 真是好久不见 上诸国远到复京 怎么不进城啊 这不是看到了这棵树吗 怀怀旧 这棵树 有什么旧可怀啊 当年我跟内子出入京城 曾在这棵树下歇息过 还在上面 刻了一个记号呢 原来是怀念王妃 阴阳两阁 亏了有这棵树 也算是 留个念想 坎了 这树如此珍贵 还是给上诸国带回北梁 天天看着 天天念想 我说 诅咱们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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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棵树 我看着有这棵树 你都看着 你都看着 他 我看着 我看着 这就是徐霄 刚刚传来消息 在城门外 张宰福已经给了他下马威 这可是京城 不是北梁 徐霄入京 求见陛下 上驻国 还请在此稍等 宫门前提刀牵马 何其狂辈不堪 京城重地 别乱了理智 您 您哪位 您亲光禄大夫 留体人 从三品 本朝用旧制 银青光禄大夫 算正三品 原来算正三品 位高权重 位高权重 不讲权势 说的是守礼 不仅仅是衣装 你那刀也该去了 这什么样 满文谁不知道 满 几招 五招 按理智 什么样的人 敢穿五招炮 一般是皇室宗卿 这蓝大段的底子 便是义姓王 义姓王 能不能带刀上朝 天子欲赐 还可带刀见驾 这是陛下给的圣恩 个三品官员 允强 说回去 给 拿着 我就是提醒 提醒 三品官员 见王家 该不该跪营 满嘴的礼智 行为却如此的狂奈 哎呀 刘大人的官威 要压过陛下的圣恩了 混账 咱们口不择言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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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啊 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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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不跟 人家这个张鞠露计较吗 因为他是宰府 这跟官知没关系 哎 张鞠露啊 这魏王前驱 不计生死 我多多少少还对他有一点点的 佩服 哎 至于你啊 那纯属招死了 哎 来来来 接着来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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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